宇航员刚拉开飞船舱门却顿时蒙圈 眼前一只大蜘蛛正神色慈爱地看着他 可此刻的宇航员还不知道 蜘蛛很快会带他见到一番神秘风景 经过几天在木星轨道的试探性相处后 他却发现这个蜘蛛居然喜欢吃辣酱听歌剧 而按照蜘蛛所说 他的家乡已经被一种名叫戈佩罗的生物毁灭 随后他一直在星空中流浪 他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以及黑洞 直到最后遇到前来探索木星神秘星云的雅库 他对雅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尤其是雅库的孤独他很有感觉 随后他问雅库 人类在孤独时候就是靠吃东西来安慰自己吗 可妻子失去联系已经一周的雅库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做大 接着蜘蛛把他带到了那个被人类命名为乔普拉的星云前 他说这片星云藏着许多位置 因为它们来自宇宙的初始 雅库顿时有点猛 可是蜘蛛却确认这就是宇宙的起源 可这句话却让雅库想起了自己和妻子谈恋爱时候 那时候他们爱情开始的是那么的甜蜜 可是紧接着雅库就想起了他们婚后的一地鸡毛 甚至自己不顾他的阻拦之一要上太空 而就在一周前雅库却直接失去了和妻子林卡的联系 就在此时雅库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指令 雅库的位置已经靠近乔普拉星云 可就在此刻一粒奇异的紫色光粒从外面飘入驾驶舱 那是组成乔普拉星云的威力 可是蜘蛛却告诉他这就是来自宇宙初始的颗粒 这就是乔普拉眼看着威力试图飘远 雅库连忙去追 而后他连忙拿出一个盒子 可是就在他对威力下手时却震惊地发现 威力似乎不受物体的限制直接穿越而出 蜘蛛告诉他这样不可能成功 于是雅库连忙向指挥中心汇报 可是下一刻他却发现自己和指挥中心失联了 要知道这可是量子通讯技术 按道理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任凭他怎么呼喊那头都始终没人回应 与此同时雅库一回头 却发现更多的乔普拉星云威力在飞船中闪闪发光 雅库连忙去追 却不料威力直接穿过瞭望舱一路远离 而他们的方向却正是乔普拉星云 与此同时蜘蛛告诉他 被你们命名为乔普拉星云的初始正在接近 不过初始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 他只是一个储存库 雅库很好奇储存的是什么 蜘蛛却告诉他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 那得亲身体验才能得知 可是蜘蛛刚刚说完 还在准备上天 而从妻子失去第一个孩子后 雅库就很少回家 直到现在他成功上天 妻子也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可是此刻他却失联了 想到这里雅库顿时只想大醉一场 他追逐了自己的梦想 可是却忽略了最爱自己的人 就在第二天孤航半年之久的雅库 终于来到了乔普拉星云 可是蜘蛛却告诉他自己要跟他坦白 他曾经说哥佩罗来找他们麻烦 却没说他们吞噬了自己的后代和长辈 虽然自己跑掉了可是却太晚了 与此同时雅库发现了蜘蛛的疲惫 可是孤独久了的雅库却很怕蜘蛛忽然离去 于是他向着蜘蛛伸手 下一刻他和蜘蛛深情拥抱在一起 或许他拥抱的是自己的孤独 紧接着蜘蛛告诉他到时间了 于是雅库直接换好衣服 准备开始捕捉乔普拉星云威力 飞船上的巨大机械臂缓缓伸展 可就在此刻飞船上的灯光忽然开始明灭不定 与此同时地面的话语开始模糊不清且带着杂音 雅库顿时明白量子通讯遭到了干扰 于是雅库直接放弃地面的通讯开始自行采集威力 可就在此刻蜘蛛却走了过来 他颤抖地说自己从没感觉到如此害怕 与此同时地面通讯恢复 可是雅库却不再理会 马上就准备去查看蜘蛛的情况 可就在灯光忽闪中蜘蛛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雅库看到蜘蛛正在船舱外面漂浮 而他却正在和雅库道别 可是雅库却转身拿起一罐杀虫剂就冲到气闸舱 地面通过数据察觉到这一举动 立刻让雅库停止行动立刻返航 可是雅库已经飞速穿好了宇航服 随后他告诉地面自己要出去 他现在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随着气闸舱被关闭又再次打开 雅库已经来到茫茫太空中 他大喊着蜘蛛的名字 而后目光不断地在附近搜寻蜘蛛的身影 下一刻他发现了它 于是雅库直接用气罐做动力迅速向着蜘蛛靠近 不久之后雅库终于成功靠近了蜘蛛 他一把抱住了他 可是蜘蛛却告诉他戈佩罗很快会让自己变得虚弱 然后他就会吞噬自己的肉身 不过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紧接着他直接带着雅库前往乔普拉星云的正中心 只见壮观的乔普拉星云边缘一人一只猪正在飞快穿行 很快在一个漩涡处他们直接钻入 只见里面无数时空光影不停穿梭旋转 而无数流星与乔普拉威力在其中不停地闪现 一片紫色光雨中一人一只猪也像他们一样在里面缓缓旋转 他们似乎穿越到了宇宙最处 在这片光雨中蜘蛛带他似乎看遍了世间万象 然后蜘蛛带着他继续前行 在一片光怪陆离中亚库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不断地拉长 然后他们再次从一片漩涡中钻出 这是一片紫色的星云 无比瑰丽而又神秘 在这里亚库似乎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而蜘蛛却告诉他你知道现在这里缺了什么吗 亚库知道这是缺少了妻子 紧接着蜘蛛告诉他到时间了 自己要和亚库告别了 他们来到乔普拉星云的一个通道处静静地坐下 却不料下一颗蜘蛛身上涌现出一只神秘的小虫子 他说这是家的味道 紧接着无数小虫子爬满蜘蛛的全身 下一刻在无数小虫子的物体中蜘蛛烟匀散 直到再也没了蜘蛛的踪迹 亚库缓缓回头 眼前正是一片光明 而那光明却在不断地闪烁 那分明是一艘飞船 与此同时亚库的妻子林卡身边飞起一只萤火虫 它越飞越高 直到林卡看到了那乔普拉星云 他知道那是丈夫所在的地方 而此刻飞船也已经到达亚库的身边 随着灯光熄灭亚库的头盔中传来声音 那是人类的飞船 紧接着亚库缓缓被飞船上的人接走 而第二天一醒来 亚库就连忙借用设备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如果我当时知了什么现在 我永远会离开 如果我当时知了什么现在 如果我当时知了什么现在 我会离开你